哈喽大家好 我是一枪穿云 应粉丝要求出一个AK47的视频 那么我们今天评测的就是一把三枪99的善良之枪 你看你长的那个逼好像上针 老孙就 AK47全称卡拉神尼科夫1947年是自动步枪 由苏联枪械设计师不不不不卡拉神尼科夫所设计 AK47上堂动作可靠 勤务性高 坚实耐用 生产成本低 甚至有流传出哪里有战争 哪里就有AK47的谚语 关于卡拉神尼科夫这一传奇人物 大家可以去看关于他的异伤的电影 并且AKM rpk ak其次有也都是AK47的延伸型 AK47后座力大多呈水纸后座 少数水平后座 在codm中可以轻松驾驭 但要是到了现实就 总之AK47的弹道也说明是一把新手枪 没有态度的上限 新手也可以平稳输出 AK475米内只需要面中一枪胸部即可三枪倒 十米内也可以做到三枪倒 大约在十五米左右开始杀害衰减 变成四枪的 我们不妨去利用AK三枪倒的优势去叠射程 我的配装思路偏向于机动和射程AK设色满 装个扩容就够用 然后就有很多人问我穿越穿越新枪管怎么样 咱就看这个增益效果挺诱人的吧 你再看看它的开镜速度 我只能说装了真不如不装 你要是想卖神话皮就把它三十五改成二十五 很多人就喜欢拿AK去冲 但是这种行为是大错特缩的 你要是拿AK去冲 别人一个141都能压得你死死的 你不妨利用眼底和低音保持中距离 这里肯定又有人问了 穿越 那我玩AK是不是处处受限 我的回答是是的 下版本AK加强了以后虽然说是能用了 但是面对射速未亡的版本还是不用的 至于神话AK 我的建议是最好不可 如果你真的AK本命 那我推荐你严无用血